Hello大家好,我是凌凌,今天我们先来总结下赛季的事情 首先是全新的剧情将在11月2号维护后开启 再来是全新的角色新监管者愚人精将在11月9号上架商城 还有下赛季的精华衣的精华皮肤的部分 以及那个全新的地图是11月2号维护后开始上线 还有这次版本的福利首先是11月2号维护后更新后呢 就可以领取10个精华衣的珍宝 还有完成本次的那个新版本活动 就是那些剧情活动后可以用代币呢 在活动商城兑换这个看探员的新金皮 然后再来是版本活动的介绍就是那个公共 有现实公共的地图 然后还有专属匹配模式的开启 还有现实的娱乐玩法 追忆的白白白白白什么 白G吗 然后呢还有就是白G 白G遗憾开启 应该是就是一个新的公共公共地图 现实公共地图 然后一样可以赢取代币奖励 再来是版本介绍这个是那个鱼竞从兰 鱼竞从兰的第二周版本活动 会有现实的副本优据的秘铃 这个秘铃看起来像是那个不归 不归零还没有从还没有重置之前的那种阴暗的状态 然后我们会对抗那个心监管与人精 然后会有分四个不同的级别 首先是挣扎苦痛疯狂跟虚妄 参与不归零呢 也一样也可以取代 一样也可以赢取代币奖励 再来是活动商店的部分 首先是这个金皮嘛 还有昆虫的 春虫的这个蓝皮日常 以及这个那个心监管者渔人精的紫卦 然后还有头像的部分 头像分别是昆虫学者记者跟作曲 还有头像框 以及三个个性动作 以及三个菜品 还有新的家具两个 还有一颗那个蓝色的活动标签 再来是这个优据的秘铃副本的玩法介绍 大家可以就是暂停看一下 接下来是下赛剑的排位珍宝的部分 是我们的调酒的金挂调制架 以及圆丁 我记得上次卧谈会不是讲是有医生吗 还是我记错 圆丁的这个纸卦秘密 以及博士的纸卦强化手臂 那么三四图的部分 首先是调酒的金挂 这个我特效 一样是那种流光 然后是粉色加蓝色 再来这个好像是船室吗 还是什么鸳鸯什么的 上面有三个药品 在那个其中一个药品的罐子打开会有 应该说它罐子已经被打开了 然后就产生出特效的部分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它的那个在游戏内的特效会是怎样 再来是博士的强化手臂 这个就是一个机械手臂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雷电的特效 这样看起来猜想起来应该是 在它使出技能的时候会有雷电的特效吧 有点炸裂的感觉 再来是圆丁的秘密 这个花我一开始看 好像是一种橘类吗 应该是一种红色的橘类啦 好就是它就是一个花篮吗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东西 然后上面有一朵绽放的花 旁边还有一个小花苞 然后它的特效应该是那些花瓣 OK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下次见拜拜